大家好 我是小花 大家經常在我youtube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影片 Beauty 煮食 裝修 但我發現有一件事 我從來沒有在youtube提及過 就是防曬 其實我是一個不喜歡塗防曬的孩子 說是由十幾歲到現在都不喜歡塗防曬 以前因為我不是真的經常化妝 所以就會覺得 蛤? 上學又要塗防曬 然後下課後回到家要下妝 好煩啊 於是我就放棄了 你塗不塗防曬啊? 你不用塗防曬也是這麼可愛 因為我長期不塗防曬 我在兩三年前做過那些 放臉進去的機器 就是通常做Facial之前 然後我就發現原來我隱藏了在裡面的班 是超級多 這裡又有一疊 這裡又一點一點一點 那一刻其實我都已經開始有點後悔 我有開始塗防曬 但是去到上年一役 我真的投降 話說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社交媒體 就會知道我去了這個富士山登頂 我有茶的 我臨上去真的有茶的 誰知我出去了旅館之後 我去到山腳的位置 即是你已經大約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然後我就覺得 啊 時間可以塗防曬 誰知我沒有戴 那山上又不會有得買 那你又無緣無故問人借防曬 很creepy的嘛 於是我就戴上帽子 盡量都不曬 那天是真的沒事的 下山那一刻 天氣實在太好了 然後呢 我又下山下得很開心 就是這樣下到山下 我開始發現 這裡是一片通紅 我就知道糟糕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來 整塊臉是 脹起了 最慘的都不是在日本 回到香港是最慘的 因為原來皮膚裡面 它還在發炎 於是我的臉就維持住 都是一個水腫的狀態 結果我就用了差不多半年 去cool down我皮膚 自從那一翼之後 其實我就開始每一天都勤力 去做防曬這件事 自己都group了一些 關於防曬的小提示 那所以呢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防曬 首先就是塗防曬的方法 要塗得正確才是最有效 塗防曬通常我們先擠在手上 擠一個1元的尺寸 均勻就塗在我們臉那裏 拳骨啊 鼻樑啊 或者額頭這些比較凸出來的位置 會容易些接觸到太陽 那就可以再薄薄的再塗多一陣 再protect多一點 這樣才是正確的塗防曬方法 至於怎樣選擇一支 比較適合自己的防曬呢 做錯周知 大家一定要看的就是它的防曬度數 我自己本人平時用的就是這盒 就是Rachel Wine的防曬粉 這支防曬粉就有SPF50加 和PA++++ 我自己就比較偏向喜歡物理防曬多一些 物理防曬就可以直接反射UVA和UVB 所以比較懶的女生 其實回到家就直接洗臉 都可以卸走防曬了 亦都不需要特地去用卸妝油 其實用洗臉就可以直接卸走 它對海洋也是友善的 所以如果你船P、Wicksurf 接下來夏天 它也是非常適合的 不要傷害到我們的海洋 至於它的質地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其實香港的天氣 就是非常之黏 又潮濕 譬如現在化妝 或者設定漂亮的頭 我喜歡出到街 可能一個小時就已經黏了 甚至兩三小時 妝油會溶 所以我覺得選擇防曬來說 清爽是非常之重要的 為什麼我喜歡用Rachel Wine的這個防曬粉呢 因為它的粉質非常之幼細 而且很清爽 上到臉又不會一塊塊 我覺得夏天用它是非常之舒服 而且塗上臉之後 臉色亦都不會反白 亦都可以修飾到我們的毛孔 個人來說 我有時 都不是有時 我整天都是用它來做定妝粉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用法 其實你一打開 你會看到有一個粉撲 每次我用到有些舊 我真的忍著用 如果平時輕輕補防曬 你可以用撲 輕輕在上面按壓幾下 看到粉已經出來了 就在整面輕輕輕 就可以做到防曬的效果 但如果我平時用來做定妝 我就會用這個掃 移少許在這個蓋上 尖一些 然後再移走一些 然後全面這樣掃 就可以做到定妝加防曬 特別夏天的天氣 你又不想底妝這麼厚 所以我就會用它 就可以做到防曬 再加定妝 就可以2-in-1 我手上這個就是6g的尺寸 6g這個尺寸就是有粉撲 除了用來定妝又或者防曬 其實它出外補防曬又或者補妝 都是very good 我就這樣一盒拿出外 若果真是 妝開始黏了 我就會用紙巾輕輕印一印 油 然後我就會用它輕輕全臉 特別這些最容易出油 這些位置 輕輕薄一薄就已經做到 就是補防曬 以及補妝的功能 出外也一舉兩得 但如果你那天不化妝 那你純粹是想用來做這個防曬粉 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塗完所有的skin care之後 然後最後一個step 你就補它就可以了 但緊記一件事就是 上防曬粉之前 你的臉就盡量要保持乾爽 所以你就要make sure 你的skin care已經吸收了 你就可以上這個防曬粉 對於我這些實化妝的人 又或者新手來說 這一盒是真是手殘也會用 除了這個6g的size之外 其實它最近也伸出了一個就是補充妝 它這一包我覺得是非常之環保的 因為當你用完整個防曬粉之後 你只需要買一包補充妝 然後倒一些防曬粉進去 那就不會再浪費packing 它不止對這個海洋健康 它還做了環保這一部分 本人的底妝其實近這一輪 都是用Rachel Y的 它的底妝系列真的太好用了 我上次也跟大家說真的很好用 有很多人都跟了我去買 然後回來的feedback 都真的沒有介紹錯 所以今次我都和Rachel Y 提供了一些優惠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於我今次介紹的防曬粉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到他們的網站 輸入優惠碼就是這個 原價是430多元 所以看我的影片就有福料 就可以用優惠價280元 就可以買到這一盒的防曬粉 我跟你說 這一盒我用了三個月以上 為什麼用都還是有 問題是它是非常值得用的 至於它的網站和Code 各樣東西的資料 大家就去下面info box那裡看一看 除了我們塗的東西之外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 有很多位都可以令我們的皮膚更加好 我的日常生活現在都和防曬已經變成息息相關 包括駕車 我自己就是駕Tesla 我的駕Tesla就是上面超大的天窗 也有很多駕Tesla的朋友就跟我說 上面一定要貼東西 不然有時候你知道香港經常會塞車 但若果又剛好大太陽的話 駕車會超熱 而且你會很厲害 偏偏我又是一個喜歡大天窗的人 所以我就再貼一層就是那些UV網 那這些UV網其實你在網上找 又或者找一些車行幫你貼 其實也有的了 若果大家是開那些大天窗的車 這個防曬的措施是必定要做的 若果你是男生的話 你有女朋友的話 你也必定要貼 親著你的女朋友 你也不想你的女朋友提早老化的嘛 不提早老化 那天只有你自己的 接下來還是這個船河的季節 而且也開始越來越多人上去行山 行山又或者遊船河 真的聽花姐的一個勸告 就是補防曬 沿途你兩三個小時覺得差不多了 就記得提一提自己要補防曬 無人身 又或者外露的地方 又或者我們的臉 怎樣都要掃下防曬粉 間中補一補 老公都不會穿草 正所謂游之王 阿倫大師 你現在不是游之王 另外有一件事就比較少人留意的 就是我們的家 我自己家當然喜歡開窗 好開陽 亦都光亮一點 運程亦都會好一點 對不對 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紫外線 大家不要忘記就是在你睡覺的時候 其實六七點就開始會陽光出來的嘛 有很多人的窗簾我發現不是全遮光的 亦都沒有防UV那樣東西 那我自己呢 就裝錯了窗簾 哈哈哈哈 就是呢 我慘了東西 其實我全屋的裝修呢 唯一最後悔呢 是窗簾 對了 這個窗簾呢 就叫香格里拉 如果大家呢 好需要 完全沒有光 入到家 睡覺完全沒有光的話呢 千萬不要裝這個 那麼就漏了一半光進來吧 都不要緊的 你想它真的呢 會遮到光多點了 就是譬如我睡覺了 我就會 喂Siri幫我關窗簾10% 不是啊不是啊 頂多就是這樣 但是呢 問題是 下面又會漏的嘛 但是它這裡終於關上了 但是下面漏 所以你只可以二選一 唉 我真的很想換窗簾 找人救一下我吧 救命啊 真的 所以大家呢 就是在裝窗簾的時候 就是要make sure你的窗簾 是真的可以100%遮光 是可以防到UV 我是準備換的了 大家有沒有窗簾的公司介紹 我要電動的 大家互相share一些information 最後一件就是千萬不要忘記的就是呢 就算防曬完之後回到家 都要做好日常的清潔 清潔完之後 更加不可以忘記的就是做好保濕 敷完一個面膜 或者塗一些好的精華 去滋潤你的皮膚 因為好老實說 就算你防曬做得很好 你不做保濕不護膚的話 你的皮膚 都是會露發 都是會不好的 辛苦了大家了 唉真的 keep好皮膚呢 真的很難我真的覺得 但是皮膚跟你一世的嘛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保護好我們的皮膚 不知道以上的方法 你們認不認同 又或者你們有沒有另外的一些方法 如果大家想看我一些什麼片的話 想說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全部comment都會看的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comment、share CLS那些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